军林渊和左青鸾几人合力将火云巨鹰打倒在地 这时火云巨鹰被灵界吸引抓走了凤武 军林渊急忙救人 秋林看到凤武被抓很是着急 风寻赶来安慰 左青鸾随后过来让他们去冰封森林 而自己独次去找朝歌 另一边的凤武被抓到了牙上 危机之下军林渊站在了他的前面 由于武器掉落两人不敌 火云巨鹰最终坠崖掉到水里 凤武将不会水的军林渊救起 暗夜幽停 玉米叶将手架打得落花流水 另一边的凤武看着昏迷的军林渊 费力将他弄醒 此刻的玉米叶也被魔军派去抢夺仙灵果 凤武得知自己置身于冰封森林很是开心 他决定跟着军林渊取得灵果 而得知凤武被抓走的夫人 与丘陵来见八老头 八老头则让他们不要担心 森林里军林渊给凤武住了灵力后 去找朱天剑 而落单的凤武在无意中发现了枫王江 他偷偷将枫王江摘走 却惹来蜜蜂围绕 紧跟他的蜂巡帮他赶走了蜜蜂 并且将滴了血的蜂王江拿给他吃 我看你嘴唇发污 神色不对 这个呀 刚刚滴上了我的血 本来就是男的的鲜皮 加之掺杂了零食的精元 你吃了就不会胃寒了 军林渊找到了朱天剑 他把自己的血滴在草上 准备拿给凤武 蜂巡和凤武终于与大家会合 在蜂巡的努力下 凤武成功留在了团队中 而沐瑶却对他充满敌意 此时的玉冥叶正在努力收服火云巨鹰 凤武等人生火休息 沐瑶故意向军林渊提起左青鸾 说到左青鸾 他们就想到了玉冥叶和凤武 而此时的玉冥叶并没有收服火云巨鹰 谈起凤武 蜂巡就想起 从前军林渊为凤武吞下擒骨一事 最后他们提起退婚 军林渊并不承认 玉冥叶不听长老的劝告 仍决定进攻 另一边正捡书枝的凤武被沐瑶冤枉 小五 你干嘛推我 预知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搜索 浅听凤鸣速看版